欢迎来到凯英科技数位看板内容管理伺服器选购指南 凯英科技内容管理伺服器产品可分为专业方案及云串流方案 专业方案中内容管理伺服器的产品有CMS60、CMSSE 云串流方案中内容管理伺服器的产品有CMSWS、CMSWS Lite 以及支援两个方案的凯英云代管服务 以下为各方案合适的项目,可快转置符合您需求的方案时间点 方案个别的详细介绍可见影片右上资讯卡或资讯栏 专业方案 专业方案的系统架构分为三种类型,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去选择 单击管理 在专案中仅使用播放器连接荧幕,个别连线管理,无需使用CMS伺服器 单一伺服器的主从事架构 使用一台CMS伺服器管理多台SMP播放器 多伺服器的主从事架构 使用两台以上CMS伺服器管理多台SMP播放器 软体授权凭证购买的数量 是您的专案规模衡量需连线管理的SMP播放器数量有多少 若之后有扩充的需求,随时可以加购授权凭证 在多伺服器的主从架构下 软体授权凭证的数量计算是由主伺服器控制整个网络的授权数量 站台伺服器不需另购授权 备源伺服器则需要另外购买授权 不受主伺服器控制 若您的专案需要用到即时影音串流 有两种方式可以做到 每台SMP播放器外接HDMI影像截取卡 或是CMS外接HDMI影像截取卡 在派送即时影音至该伺服器管辖的SMP播放器 HDMI影像截取卡皆需另外购买 不属于标准配备 专业方案中提供多种CMS内容管理伺服器的软硬体搭配选择 购买凯因的数位看板专用伺服器CMS60 除了配备专业衣域机架式伺服器硬体外 产品本身以内含完整的数位看板管理软体 软体授权凭证购买的数量 有支援80、160、250台SMP播放器三种选择 CMS60的优点微软硬体整合达效能最佳化 以及搞定、省去软体安装的时间 适合想要立即导入数位看板专案或没有专业IT技术人员的使用者 购买凯因的CMS SE数位看板伺服器软体 选择自行安装在实体机器或是虚拟机器上 您必须自备伺服器硬体或是租用虚拟伺服器 以及自行安装Ubuntu作业系统与CMS SE软体 每个CMS SE软体授权凭证购买的数量 可购买最少支援10台SMP 最多4000台SMP播放器 使用实体机器的优点微 可自行挑选伺服器硬体的品牌与规格 可利用既有的伺服器以节省成本 适合有资安与网络频宽考量 有自行内部架设伺服器管理需求 有专业IT技术人员的使用者 使用虚拟机器的优点微 足用虚拟伺服器 透过专人带管硬体 不需维护及购买硬体 适合有网路频宽足够的环境 有专业IT技术人员的使用者 凯英云带管服务全方位支援 于AWS上安装及维护 为您提供稳定 安全且可靠的云端伺服器 免去学习和技术需求 就可以享受最简单且弹性的CMS流畅体验 使用云带管服务的优点为 灵活的订阅服务 专人带管云端伺服器 多种播放设备 不需维护及购买硬体 适合想要立即导入数位看板专案 有网路频宽足够的环境 没有专业IT技术人员的使用者 CMS Pro虽为额外选购软体 但购买后不需要另外安装 可直接与CMS管理界面启用并进行操作 其功能有 播放器资讯权检视 多播放器批次设定 同时间看多台播放器的画面 及时警示机制 管理大量播放器的修正档更新 云串流方案 云串流方案中提供最佳跨平台 数位看板伺服器搭配选择 购买凯因的CMSWS跨平台 数位看板伺服器 选择自行安装在实体机器 或是虚拟机器上 您必须自备伺服器硬体 或是租用虚拟伺服器 以及自行安装Ubuntu作业系统 与CMSWS软体 每个CMSWS软体授权凭证购买的数量 提供90天免费试用 最多可购买1000台设备软体授权 使用实体机器的优点为 可自行挑选伺服器硬体的品牌与规格 可利用既有的伺服器以节省成本 适合有资安与网路频宽考量 有自行内部架设伺服器管理需求 有专业IT技术人员的使用者 使用虚拟机器的优点为 租用虚拟伺服器 透过专人带管硬体 不需维护及购买硬体 适合有网路频宽足够的环境 有专业IT技术人员的使用者 凯英云带管服务全方位支援 于AWS上安装及维护 为您提供稳定 安全且可靠的云端伺服器 免去学习和技术需求 就可以享受最简单且弹性的 CMS流畅体验 使用云带管服务的优点为 灵活的订阅服务 专人带管云端伺服器 多种播放设备 不需维护及购买硬体 适合想要立即导入数位看板专案 有网路频宽足够的环境 没有专业IT技术人员的使用者 CMSWS Lite为CMSWS精简版软体 需令自备QNAP NAS 在QNAP的App Center下载并安装 软体授权为免费App 最多管理1000台设备 因CMSWS Lite为精简版软体 在功能上还是有所限制 以下是CMSWS与CMSWS Lite的差别 本方案的优点为可自行购买适合的QNAP NAS 完善的保护与备份 简单的软体安装程序 本方案适合有加强资料保全需求 没有专业IT技术人员的使用者 以上为凯因科技CMS伺服器的完整介绍 如有进一步的需求请洽官网联络我们 订阅凯因科技的频道 即可获得最新的产品资讯 感谢您的收看 以及选择凯因科技